大家好,我是龙儿,在卫生间里放一个气球,真是厉害,下水道永远没有臭味,小飞虫也慢慢地不见了,方法简单实用,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卫生间的下水道又开始出现了臭味,甚至有许多小飞虫。 不管我们一天拖几遍,擦洗得多干净,这种臭味依然很难消除,非常地让人苦恼。 那么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教给大家一招,只需一个气球就能轻松解决了。 像这样的气球,平时我们生活中总是用来吹着玩,尤其是家里面的孩子非常地喜欢,挂在家里面五彩缤纷的也非常地漂亮, 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吗?气球除了用来当作装饰,吹着玩之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其他的神奇妙用呢。 比如把它放在卫生间里面,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烦恼,大困扰,既省钱又实用。 气球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它具有很强的弹力和回缩性, 我们只需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将气球很好地利用起来。 准备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气球,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把滴露清洁一下。 卫生间平时我们经常洗澡洗头,因此滴露里面多多少少都会积攒下许多的头发, 而头发堵塞在下水道里面,不仅影响排水,而且会自生许多的细菌。 然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洗澡洗头,所以滴露里面就会很脏,因此滴露一定要定时清洁。 大量的堵塞物堵塞在里面,也是导致下水道异味的一个重要来源。 接下来将气球进行一下简单的改造,把气球的头部剪掉一点,剪出一个口子就可以。 剪好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气球,一边口比较大,一边口比较小。 那么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继续跟着视频往下看吧。 现在把滴露的盖子装进去,从口子大的这一端装进去。 因为我们家的滴露里面还有一个内盖,所以装内盖就行了,买气球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家滴露的大小来进行选择。 如果买的气球太小,那么有可能在拉扯的过程中,气球就被撕坏了,如果太大的话,松松垮垮的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气球只需要在盖子的边缘处,不用把整个盖子全部包起来,盖得太多的话会影响到漏水。 整理好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的盖子。 这是我们家滴露的内盖,如果你家有内盖的话,也是把气球安装在内盖上。 如果只有像这种的外盖,没有内盖的话,就把气球套在外盖上面就可以。 装好后,我们现在将气球的口子,也就是气球的底部,平时吹气进去的这个地方,用剪刀将它再修剪一下。 剪掉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看到现在它气球的嘴部是自己贴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盖回地露上面。 接着再把外盖也盖上。 盖好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我们是洗头,洗澡,或者是洗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那么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 可以看到水流流得非常的顺畅。 那么气球放在下面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可能很多朋友还没看明白,现在我们把滴露的盖子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看一看气球上面的这个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观察一下,可以看到气球的嘴部,它是一个闭合的状态。 那么当它闭合的时候,这样我们的下水道盖子就处于一个密闭的状态。 这样一来,下水道里面的气味就不会被反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防止下水道散发出臭味的这种情况。 多说无意,现在在水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水龙头打开,可以看到水虫上面的漏网处下去的时候, 那么我们气球,它的嘴部是自动地成一个张开的这种样子。 水可以很顺利地从这里下去,一点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用水。 而当我们停止用水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的气球,它就会处于一个自动合并的状态。 这个时候气球,它完全粘在了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滴露盖就是一个完全封闭密闭的状况。 这样一来,我们把它盖在下水道口上面的时候。 就算下水道里面很臭,那么臭气也不会通过上面的盖子被反出来。 因为现在的盖子,它就是一个密封的状态。 只有我们在正常用水的时候,下面的气球才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 而当我们一关水,气球又立马密闭关闭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滴露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也可以很好的防止臭味。 你是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气球就可以解决卫生间里面下水道臭味的问题呢? 所以你也赶快把家里面的气球利用起来吧。 这样一来,卫生间里面就闻不到一丝臭味了。 而且还可以很好的防止小肥虫的出现。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